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习近平留下王沪宁处理统一台湾 创造一国两制替代方案 谋第四任期 秦刚是战狼 马昭旭非善备 中国外交系统靠舌尖立战功 中共是美国的心腹大患 台湾是美国的软肋 按住俄罗斯遭美国制裁 长沙天移科技什么背景 习近平电贺澳大利亚国庆向澳洲示好 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留下王沪宁处理统一台湾 创造一国两制替代方案 谋第四任期 日经亚洲评论引述消息人士指 二十大最高领导层的变化 暗示了习近平的政治战略 王沪宁的任务是为台湾统一奠定基础 文章认为 如果留下王沪宁来处理台湾问题 将是香港一国两制失败的结果 一国两制是1997年英国统治下的香港 回归中国时创立的 保证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该方案源于前领导人邓小平时代 也是未来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战略 但习近平上台并下令对香港采取强硬立场后 台湾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日经认为对习近平来说 这给了他一个黄金机会 可以抛弃邓小平的遗产 制定自己的台湾统一战略 为完成这一关键任务 他需要王沪宁 1月18号 新华社宣布了全国政协的新成员 这是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 王沪宁的加入标志着 他将接替汪洋 担任全国政协主席 政协的作用之一 是为中国的统战工作制定战略 分析称在这个框架下 王沪宁也有望成为中央台湾事务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该小组是中国台湾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习近平是该小组的组长 一位了解中国与台湾关系的人士指出 王沪宁的任务是撰写适合习近平时代的统一战略理论 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迫在眉睫 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步是推出一个新的理论 取代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台湾施加压力 该消息人士解释说 消息人士预计这一理论将成为衡量台湾问题进展的标准 并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王沪宁曾为三届最高领导人服务 江泽民最近刚刚去世 享年96岁 胡锦涛80岁 习近平69岁 据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习近平尊重经验丰富的王沪宁的建议 习近平与脾气暴躁的川普举行会谈时 王沪宁总是坐在他的身边献计献策 没有人知道川普会说什么 而习近平需要一个能快速思考的人 在撰写与安全有关的重要文件方面的经验 以及在复旦大学担任国际政治学教授的经历 都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能够以时任最高领导人喜欢的方式写作的能力 局外人并不清楚 但也许是中共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王沪宁将得到69岁的前外交部长王毅的支持 二十大上王毅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 他的晋升违背了该党的传统退休规则 该规则规定官员在68岁之后 不得担任新的更高职位 但王毅还担任了中央外事办主任 使他成为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 习近平希望在未来五年内不惜一切代价 在台湾问题上取得成就 这将有助于他寻求在2027年第四次连任 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 接替佩洛西担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 据说正在准备访问台湾 一些人认为访问最早会在4月展开 如果麦卡锡出访 他极有可能挑起中国再次以军事演习和为台湾 在佩洛西访问之后的军事演习中 中国向冲绳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 发射了五枚导弹 该岛位于东中国海 是日本的最西端 距台北仅150多公里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秦刚是战狼 马昭旭也非擅缠 中国外交系统靠舌尖力战功 台湾上报刊登求配分的署名文章 文章称中国日前正式发布新任外交部长秦刚人士 吸引国际社会瞩目 数日之后中国外交部修改官网资料 副部长马昭旭确定调整为正部级 此一耕动意味 马昭旭成为中国外交部实权排序的第二顺位 未接仅次于秦刚 秦刚与马昭旭过去为新闻司同僚 两人先后担任新闻司长 此一调整不仅是两名昔日同部门同事再度合作 也是近年来中国外交部连续第四任新闻司长 升至正部级职位 可以看出主管宣传的发言体系资历 在中国外交人士上相当吃香 继年初正式宣布秦刚出任外长之后 中国外交部1月13号更新官方网站资讯 主要官员的最新页面显示 排名第二顺位的副部长马昭旭 成为分管外交部日常业务工作的副部长 并著名正部级 在马昭旭升正部级之后 中国外交部将同时有秦刚 马昭旭及原任第二副部长的齐玉 三名正部级官员 预料同时身兼外交部党委书记的齐玉 将外调其他部委 秦马二人将择一接任部党委书记 依中国部委人事惯例 正部级副部长的待遇和权力比赵部长 正常情况下试图后事可期 例如原任外长王毅 及前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过去都曾是中国外交部的正部级副部长 两人也都曾兼任外交部党委书记 若其欲如外界语期的外调 秦刚与马昭旭谁会兼任部党委书记 将可看出两人在党籍正两个系统的权力分配 比起这些人事体制的调整 马昭旭与秦刚曾是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同事 数度轮调之后再次合作 更引发外界对中国外交领导班子组成的好奇 秦刚在2005年第一次进入新闻司 并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并未升任新闻司长 就外派英国出任公使 当时先一步调往新闻司 成为后任司长的就是马昭旭 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在新闻司共事 在结束一个任期的外派之后 秦刚于2011年返回北京 第二次进入发言人团队 就是从马昭旭手中接下新闻司长职位 两人再次同样以发言人角色 成为中国外交部门面 除了紧追在秦刚之后的升迁之路 马昭旭的人士也是中国外交部近年来 四任新闻司长升任正部级 分别是孔权、刘建超、秦刚与马昭旭 除了年纪大一轮的孔权已调往全国政协之外 刘建超、秦刚与马昭旭三人 都被视为中国外交系统的明日之星 若无意外 渴望更上层楼 外界评价马昭旭多因其形象温和 认为是稳健路线的职业外交官 事实上出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的马昭旭 是习近平时代开启国际组织公式的主要攻击手之一 鹰派色彩部署其他活跃于媒体的外交战狼 2016到2018年间 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马昭旭 在联合国周边组织与台湾及理念相近的国家 数度正面交手 有台阵营鲜少能占上风 2018年 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刘洁一 反经接任国台办主任 接替的马昭旭 更将阻挠联合国 采认台湾民众护照 进入参观的小动作 贯彻并扩大到所有联合国体系场所 而马昭旭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 最广为人知的势力 便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遭判刑时 马昭旭面对外国媒体质疑 公开说出中国没有异议人士的惊人之语 而他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时间 虽不满两年 却在联合国人权论坛 极力推广中国特色人权观 更不断向联合国人权组织及合作的人权NGO施压 要求这些组织不得与台湾合作 甚至不得在研究文献中视台湾为政治实体 事实上 出身中国外交部发言系统而进入决策核心者 已故的副总理钱其琛 应是第一人 而他在外交及涉台问题上确立的路线 在当时总书记江泽民的支持下 主导台海及美中台三方关系多年 对照之下 尽管主掌文宣论述的发言系统 再次在中国外交系统占据核心地位 但在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战狼方针下 外交论述也只能沦为口舌之争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是美国的心腹大患 台湾是美国的软肋 香港知名作家严纯沟在Facebook上刊登署名文章 他说中共对外放出信号要重启经济 美国正商界一些人如获至宝 商界寄望中共重启经济会带来新的发财机会 政界是眼看中共又来磕头了 希望中共改过自新 重投美国怀抱 美国40年来吃了那么多的苦头 至今仍没接受教训 这便是这个世界永远不得安宁的基本原因 由川普开启的美中对抗 到拜登手上达到高峰 拜登搞定西方盟国 分化东盟寸土必争 美国对付中共有两手 一是资助盟国发展国防力量 对抗中共武力威胁 二是在外交与财经科技方面 全面围剿与阴干中国 今日中共处境比起拜登出上台时 显然恶劣了很多 本来这是解决中共的有效两手 但问题在于 美国正商界永远有一些 无法借除意淫中共的绥靖力量 他们的终极目的不是在地球上 永远消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个全人类的祸根 他们只是想趁中共软弱时 对其上下其手的一批贪欲之徒 中共力量强大 与西方分庭抗礼 那时美国正商界也扎定马步 迎面痛击中共的挑衅 一旦中共自好过度又上门来求和 美国这些所谓有识之士 又尽气前嫌 兴致勃勃 准备与中共勾搭成奸了 目前看来 美国抛弃与中共对抗战略的可能性很低 继续支持台湾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巩固国际反共阵线 这些是不可能改变的 但另一方面 与中共恢复一定程度上的经济 科技和环保方面的合作 这确实很有可能的 美国应干中共的战略立足于长期 应干固然不可能计时见效 但一时应干一时又放水养活 这种首属两端的做法 看似有理有结 其实倒很像是舍不得中共灭亡一样 你要应干他 你就要下狠心来义无反顾 花费九牛二虎之力 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之后 你又放水给他 让他喘定再和你斗 这样做只是为中共续命 让自己的痛苦无休止的延长下去 中共现在的知名商便是他的经济 经济搞不定一切都免谈 经济败坏 国力下沉 内部分解 底层启示 无需美国动手 中共已自觉活络 但习近平一说民起是自己人 刘鹤一道达沃斯论坛求和 美国很多人就欢欣鼓舞 这是极之短视的轻敌心态 美国拿捏中共 比起中共拿捏美国 实在高明不了多少 难怪他们一上当就是40年 今日美国要操心的 主要还不在中共 中共在可见的将来 都没有能力发动一场 入侵台湾的战争 除非习近平失去理智 习近平什么时候会失去理智 只有到中共濒临断气的前夕 那时求生不得求死容易 他才可能拿命来搏 美国只要维持 因干中共的大战略 行之有年必有成果 不必动刀枪 坐收红利也可 但美国要操心的却是台湾 台湾本来形势大好 有美国在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持 近年无往而不利 可惜去年九合一选举一役 却暴露出民进党政府 在内政问题上的失误 民进党失民心致辞 令人大跌眼镜 究竟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可能民进党自己也搞不清楚 经济外交形势一片大好 台湾人均GDP超过日本 越居亚洲第一 有什么理由会跌这一大跤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贪腐问题被人诟病 内部派系斗争激烈 政治人物风评也不佳 有说蔡英文700多天不举行记者会 与民意脱节 高层领导无方 基层涣散如此 谁知道两年后的总统大选 会不会断送自己的江山 因此美国更应该操心的 应该是两年后台湾的总统选举 以目前形势来看 民进党的江山并不稳当 万一台湾落到国民党手上 那时第一岛链断裂 印太大战略破败 台湾芯片科技和西方军备 通通落入中共之手 盟国对美国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 形势将一夜翻转 最糟的是美国对此苦果 不能拒绝 只有硬吞 国民党通过民选上台 谁也改变不了 自此投共变成主流 政府与中共深入勾兑 台湾变成中共的囊中之物 一国两制登堂入室 到那时 美国那些健烈欣喜的拥共派 只能任由中共上下其手了 美国如何影响台湾的总统大选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如不欲之为谋 一旦国民党胜选 与中共狼狈为奸 那才是美国人的噩梦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暗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公司 据自由亚洲报道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26号同步宣布 制裁中国长沙天移空间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 原因是这家中国公司在俄乌战争中 协助莫斯科的瓦格纳 佣兵集团 根据财政部周四的声明 这次登上美国制裁名单和协助瓦格纳 佣兵集团有关的六个个人和12家实体中 中国的长沙天移空间科技研究院 有限公司及其位于卢森堡的子公司 也上榜 长沙天移空间科技研究院 为瓦格纳集团提供卫星图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说 新的制裁将进一步阻碍克林姆林宫 武装战争机器的能力 这些协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摧毁乌克兰 造成当地人民死亡 财政部在声明中针对制裁上述中国企业 则特别指出 中国企业提供的卫星图像 让瓦格纳集团在乌克兰开展作战行动 俄乌战争持续之际 中国官方台面上的立场总是声称自己是中立的 也主张劝和粗谈 但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去年底在莫斯科表态 一席中方从不同的方面给与俄罗斯侧应的谈话 加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的猜忌与不信任 财政部与国务院公布的这项最新制裁前 美国媒体彭博社引述不具名美方消息来源的话报道 美国已经掌握中国国营企业侧营俄罗斯的证据 据长沙天移研究院官网 天移研究院号称是中国商业化SAR摇杆卫星 及科研卫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致力于研制小卫星 曾多次协助执行中国九泉与太原的卫星发射及太空任务 天移研究院拥有十多座地面站 分布于黑龙江、新疆、福建、湖南等地 官网还介绍公司同步在北欧、阿根廷、南非等地 进行相关地面站建设的准备工作 天移研究院核心团队成员 主要来自于中科院、航天科技、航天科工等航天单位 天移研究院执行长杨峰是湖南省长沙市人大代表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电贺澳大利亚国庆向澳洲示好 据最欧亚洲报道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1月26号表示 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但有专家认为中澳关系的最大障碍 仍取决于北京战狼外交政策是否会卷土重来 1月26号是澳大利亚国庆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习近平在致电澳大利亚总督戴维·赫尔利祝赫时表示 坎培拉与北京的关系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022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 习近平也曾在电话中表示 中澳双方以此为契机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 朝着改善和发展中澳关系的正确方向 做出积极努力 他并强调两国应加强对话 深化合作 共同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向前发展 新华社上周报道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 将于近期以视讯会议形式进行会谈 这是将近三年来 澳洲贸易部长和中国商务部长之间的首次对话 到目前为止 双方并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 此前中澳两国的代表曾在瑞士达沃斯 世界贸易组织小型部长会议期间进行交流 澳大利亚助理贸易部长爱尔斯办公室表示 爱尔斯在会谈上呼吁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出口的贸易壁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1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澳双方同意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 将于近期以视讯会议形式举行会谈 有关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主管部门询问 在中国实施进口限制长达两年之后 有消息显示 中国官方正在考虑放宽对澳大利亚龙虾的清关 并将解除对澳大利亚煤炭的进口禁令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援引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发改委已与部分电力和钢铁公司开会 计划将首先允许保五、大唐、华能及国能等四家企业 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 对澳煤炭禁令最快可能于4月1号撤销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新大内总管依旧神秘 孟祥峰善内勤蔡奇熟闻蜜 李干杰地位高王小红涨要害 突发消息 彭斯家中也发现机密文件 FBI被控双重标准 习近平转而弹劾便夹着尾巴的狼 参与白纸运动赌上人生 中国留学生不敢回家 美国智库警告 中国创新能力超过美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新大内总管的四个人选 据香港明报报道 中共二十大结束至今已经三个月 但作为习近平大内总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仍未换人 继继继继续兼任中办主任的丁薛祥 在升任政治局排名第6的常委之后 已被内定为新一届国务院的常务副总理 未来政务繁重 恐怕难以继续兼任中办主任 谁来接掌这一重要职位 对习近平十分关键 以目前台面上的人物看 至少有四个可能的人选 任中办实载孟祥峰善内勤 蔡奇淑文密受习近平信任 人选之一是现任中办常务副主任孟祥峰 孟祥峰曾长期在中纪委机关任职 当过中国纪检监察报总编辑 2013年栗战书接掌中办后 未清除令计划余毒 将这位河北同乡从辽宁省纪委副书记任上调来 任中办调研时主任 并接替前基本保护法夏勇 兼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两年后升任中办副主任 五年前升为正部级 孟祥峰在中办已任职近十年 历经历战书丁薛祥两任主任 接主任顺理成章 不过他似乎常于处理内勤事务 绝少陪习近平视察外访 而他现在只是普通中委 果真接任将成为近40年来 政治地位最低的中办主任 文革后历任中办主任 不是政治局委员 后补局委 就是书记处书记 后补书记 文革前的中办主任汪东兴 上任之初甚至不是中委 但在文革中快速窜声 最终做到了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副主席 更重要的是 被看好接任新一届国务院秘书长的吴正龙 以内定出任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若由孟祥峰接掌中办 会出现中办主任级别 低于国务院秘书长的尴尬情形 中办主任的另一人选是 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蔡奇 他在现任常委中排名第五 叫丁薛祥还排前一位 显示其深受习近平信任的程度 不雅于丁薛祥 他早年在福建时就曾是省委书记的秘书 熟人秘书工作 而且中办本来就属中央书记处管辖范畴 以往大多数中办主任都是中央书记处成员 而且中办设立之前 就是由中共五大书记 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五常委中 排名第五的任弼时负责文秘工作 若由蔡奇兼长 中办地位将恢复至汪东兴时代 李干杰政治地位高 王小红掌要害部门 中办主任的第三个人选 是刚卸任山东书记的政治局委员 兼书记处书记李干杰 虽然他一直被外界看好 是接任中组部长的热门人选 但二十大后 已离开政治局的习近平大学室友陈希 既今未卸任中组部长一职 还在忙于全国的人事布局 因此李干杰的新职至今未明 李干杰的政治地位 是出任中办主任的合适人选 但如此一来 新的中组部长又要重觅人选 毕竟69岁的陈希 中委都未弱 难以再续任五年 中办主任的最后人选 还有二十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长王小红 由于中办也负责领导人的安保 中央警卫局就是中办下属单位 这位从福建就与习近平结缘的老公安 深受曾封信任 也是出任此职的合适人选 只不过公安部也属要害部门 与中办与与熊掌 王小红若身兼两职 将开先合 突发消息 彭斯家中也发现机密文件 FBI被控双重标准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彭斯的律师上周发现了这些材料 并在应彭斯的要求进行搜查后 将其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正在进行调查 国家档案馆也已被告知此事 这份重磅报告是在拜登总统的 机密文件危机不断升级之际发布的 因为在他手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机密材料 共和党人对拜登拥有这些材料提出严厉批评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彭斯拥有什么材料 以及发现他持有的机密材料 是否会让众议院共和党和他们对拜登的敲打失去风向 彭斯和其他许多共和党人曾指责司法部 在处理拜登的案件与川普持有的机密文件方面 存在双重标准 这些文件是在彭斯位于印第安那州卡梅尔的家中发现的 此前这位副总统曾多次表示 他手中没有任何机密材料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彭斯出于谨慎考虑要求他的律师进行搜查 该律师上周翻阅了存放在彭斯家中的四个箱子 发现了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 彭斯的律师立即通知了国家档案馆 后者又告诉了司法部 彭斯在档案馆的代表格雷格雅各布写信给该机构说 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被无意中装箱 并运到彭斯的家中 联邦调查局印第安那波利斯外地办事处的特工 在发现文件的当晚 从彭斯的家中取走了这些文件 雅各布在CNN获得的信中写道 副总统彭斯不知道他的个人住所存在敏感或机密文件 彭斯副总统理解保护敏感和机密信息的高度重要性 并随时准备和愿意与国家档案馆的任何适当的调查 进行充分合作 这些箱子最初是放在彭斯夫妇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中 在他们购买了印第安那州的住宅后 又转到了那里 彭斯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也被搜查过 但没有发现机密材料 彭斯和凯伦彭斯于2021年5月以193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该住宅 根据房地产经纪人网站上的房屋清单 这栋风景如画的10300平方英尺的房子 坐落在一块5英亩的土地上 拥有7间卧室 7个半浴室和一个地下游泳池 4月初彭斯与西蒙·舒斯特公司签订了一份300万至400万美元的出版合同 撰写两本书 彭斯一直否认他拥有机密材料 当被问到他在离开川普政府时是否带走了任何机密文件 他在11月告诉ABC新闻 我没有 在川普的海湖庄园被联邦调查局特公突袭后不久 特公们正在寻找机密材料时 彭斯曾表示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拥有机密文件 让他们处于一个没有适当保护的地方 但我要告诉你 我相信一定有许多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不是在美国前总统的个人住所执行搜查令 彭斯拥有的文件被发现之前 他也曾批评总统拜登拥有机密材料 彭斯称这是令人不安的 并指责联邦机构在处理拜登的情况 和川普拥有机密文件的问题上有双重标准 他在几周前告诉霍华德·休伊特 联邦调查局突袭川普家是大规模的过渡行为 他说你们创造了这个标准 又在美国现任总统被发现在卸任后拥有机密文件时 放弃了这个标准 我现在无话可说 国家档案馆曾向川普索取材料 所有总统在其任期结束时 都会将文件交还给联邦政府 川普最终交出了15箱 档案馆在其中发现了机密材料 并怀疑川普没有交出所有材料 于是求助于司法部 司法部最终拿到了联邦搜查令 对该财产进行了搜查 拜登在其律师发现他的文件时 交出了这些文件并自愿让联邦调查局 进入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搜寻更多的文件 特工们在对他的家进行了13个小时的搜查后 又发现了6份机密文件 最终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任命了一名特别顾问 对川普和拜登两人进行调查 本月早些时候 彭斯向福克斯商业公司描述了他担任副总统时 如何处理机密材料的情况 他说 清晨我在副总统官邸收到一份总统每日简报 我会去我的军事助理处 将机密材料从保险箱中拿出来审查他们 我接受到相关信息之后 大多数时候我把他们放回原处 他们通常被放入所谓的焚烧袋 我的军事助理会收集并销毁这些机密材料 我在白宫收到的材料也是如此 他继续补充说 处理机密材料和国家机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作为美国的前副总统 我可以用个人经验来说明 当你在任时和离任后 应该对这些材料给予关注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转而弹劾 但还是夹着尾巴的狼 分析指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受制于外交及经济等压力 被迫收起对美国的战狼外交姿态 转而弹劾 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与美国财长耶伦 日前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谈 则是这种微妙变化的象征 德国之声中文网22号发表 德籍华裔政治学者张俊华的文章指出 与中国向来友好的塞尔维亚 柬埔寨 巴基斯坦三国转而支持乌克兰 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毫不松懈 且战局对俄罗斯不利 再加上中国经济上的困局 使其有求于美国 这都是让习近平对美国态度转向的压力来源 文章指出刘鹤与耶伦在瑞士长达三小时的会谈 难得谈得如此和恰 很值得人们注意 因为它象征着美中关系开始有一点微妙的变化 有必要了解为什么习近平做出跟美国谈何的决定 这篇文章提到习近平刚上台时雄心勃勃 对世界格局的设想是一门心思赶超美国 让中国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两大巨霸 因此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外交口号是 新型大国关系 指的就是中国和美国 而当时的俄罗斯在习近平的构想中根本没有地位 文章说 令习近平沮丧的是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的提议并不看好 因为中国的很多违反国际游戏规则的做法 让美国与中国的合作热情不大 让习近平多次发出讯号后 得到的却是一盆冷水 于是习近平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设计他的外交政策 联合俄罗斯成了他的计划币 而继任美国总统川普的对中政策 更加快了习近平实现计划币的过程 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 也是从那时开始才热起来的 文章直指 当时尽管中国很多官员由于历史原因并不看好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 但习近平还是扭转了这个局面 然而乌克兰战争持续将近一年 正慢慢改变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思维方式 而这种改变并非是他一开始就愿意的 这篇文章指出 中国一开始以为俄罗斯的军力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因此不但没有谴责俄罗斯的战争行为 且把普京的侵略归罪于北约和美国 直到乌克兰展现惊人的抵抗能力后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才对乌克兰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文章直指 塞尔维亚、柬埔寨、巴基斯坦等三个亲中国家 对乌克兰态度转变最值得注意 其中塞尔维亚总统武器级日前不但公开反对俄罗斯的瓦格纳雄兵在塞尔维亚募兵 更直指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是乌克兰领土 让中国瞠目结舌 至于柬埔寨在东南亚一向最听中国的话 但柬埔寨最近却承担了培训乌克兰工兵扫雷的任务 而在中国有巴铁支撑的巴基斯坦 更在美国说服下为乌克兰提供弹药 与中国在对待普京上分道扬镳 因为中国一直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 文章认为除了外交 另一个促使习近平至少表面上改变战狼姿态的因素 是中国的经济困局 中国如今巴不得西方企业留在中国且加码投资 且想出口更多的商品到欧美 同时中国更不切实际的幻想 美国放松对高阶芯片出口及制造设备的管控 这使得习近平不得不把他心爱的东升西降的理论 暂时搁置以缓和美中关系 除了中国不得不然的期待 美国并不想把中国完全推向普京 也让美中关系出现改善迹象 这是美国本身的外交设计 否则中国导向普京不但不利于早日结束乌克兰战争 也不利于美国 这篇文章说 尽管美国在芯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严厉措施 但不想把这种紧张关系扩大到其他领域 毕竟在金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上 双方还是有合作和谅解的空间 另一方面 中国并未针对芯片问题报复美国 只能默认并寻找其他途径减缓负面影响 文章最后认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耶伦在会谈中欣然接受中方邀请前往访问 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春节过后就要访问中国 而习近平对此有着关键的作用 因此至少今年的美中关系不会持续加剧紧张 这对全球经济 对早日结束乌克兰战争都能带来积极作用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参与白纸运动赌上人生 中国留学生不敢回家 白纸抗议过后近两个月 多位德国集会抗议者声称收到钓鱼信息 对政府秋后算账的担忧 给部分留学生的归国计划蒙上了阴影 另据维权网消息 九明去年11月27号参与亮马桥抗议的青年近日被批驳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根据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维权网1月20号消息 于2022年11月27号参与北京亮马桥白纸抗议的青年中 十余人被取宝获释 九人被批驳 被批驳者包括李元静 李思琦 曹芷 翟登蕊等 其被批捕罪名 已由最初被刑拘时的聚重扰乱社会秩序 变成寻衅滋事 白纸抗议又名白纸革命 是2022年中国内外抗议中共极权政策者 为自己定义的名称 因在中国表达意义和自主集会是不成文的禁忌 举白纸的动作被视为影射中国人面对政府畏惧言说 却又急欲宣泄的愤怒 2022年11月底爆发的抗议集会遍布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欧洲数个主要城市 抗议阻止从反对封控清零 延伸到人权言论自由和反一党专政等议题 清零政策在中国画上句号后 中国国内逮捕白纸抗争者的消息频出 抓捕规模以及确切后果虽仍不详 但其影响亦如定时炸弹一般 令海外白纸青年警觉 据悉亮玛乔事件中的被捕者均为媒体艺术 或有英语学习背景的年轻人 且被捕过程反复 如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心 自由撰稿人李思琦 跨国会计事务所职员李元静 和北外英美文学研究生翟登瑞等 曹芷心的友人在日前发布了一则 他被捕之前录下的求助视频 并称他和朋友当日只是带了蜡烛和白纸 以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亡者 该视频内容显示 2022年11月30号 北京亮玛桥街头抗议的第三天 警察带走了曹芯芷和他认识的 其他五名抗议者 一行人被说服教育了24小时之后释放 两周后 当他们认为事情已过时 12月18号 曹芷心等六人又再次被陆续带走 在得知疑似有人被捕的消息后 我一点都不震惊 也不诧异 在中国当今的体制下 抗议者被迫害或许是必然 刘德艺术学生M是最早在德国加入白纸革命的抗争者之一 虽然国际航班已经开放 但因为担心被查 我只能骗家人说工作太忙了 还不能回去 M对德国之声的记者说 我已经三年多没回家了 真的很想回家 很想念家人 本来我觉得只要在集会上把自己遮挡的够好 就不会有什么被暴露的问题 但现在因为不知道政府的技术是否能辨识出我们 所以有些害怕 对于这种未知的恐惧 M认为可能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上一辈的影响 人的恐惧心理是可以传染的 我家里人因为经历过文革和批斗 直到今天仍然会自我审查 说起海外的意见生意 也只能用暗语像演戏一般 去年为柏林民主集会涂鸦的作品 一条布满血色污迹和斑驳手印的巨大条幅 形象的描绘了M的话 涂鸦国旗图案是为了提醒人们极权的可怕 以及国家机器对每个人的影响 条幅上象征着中共的大五角星中央 欠着一个身穿纳粹军服的习近平形象 旁边四颗挂着锁链的黄色星星 也被他攥在手中 近年来从被捕的公民记者 到新冠爆发初期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在中国因言获罪的例子不在少说 光是独立中文笔会登记在案的被捕作家和记者 就已经超过两百余人 其他非文字工作者因政治原因被拘役的数字 更不得而知 眼前中国人参与民运就像必须赌上人生一般 许多在海外游行中举牌 甚至演讲过的人都对回国有着不同程度的担心 艾文表示 如果被中国警方盯上了 后果可能会和北京的抗议者一样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纸抗议参与者说 万一回国后被抓 再被没收护照 那岂不意味着再也无法出国了吗 每每想到这些 他都被急发凉 不敢再想下去了 一面惧怕国家暴力 一面忧虑着抗议群体的未来 M进退两难 只喊一喊民主口号就面临牢狱之灾 这样的代价显然太大 他指出目前的瓶颈仿佛是 一方面中国政府抓捕的举措可能会令刚刚掀起的反反抗群体停下脚步 另一方面仅凭国外的街头抗议似乎无法给被捕者和国内的社会问题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 虽然目前没有归国留学生遭遇问讯或逮捕的消息 但对当局审查的恐惧并非个别现象 近期网络上的白纸青年们在声援被捕者的同时 也互相传递保护个人信息的知识和回国的安全指南 我暂时不是必须回国 所以让我感到有些羞愧的是 身在海外就好像处在一座庇护所里一样 M犹豫再三道生活在国外 我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后果比国内的抗议者小很多 如果被捕消息属实的话 他们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牺牲的 如此杀鸡警猴士的逮捕会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幸运者 而我的幸存以及国内风控政策的转变 是以他们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智库警告中国创新能力正在超过美国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智库日前表示 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超越美国 该智库认为根据创新和先进产业表现的关键指标 中国在创新总产出方面已经超过美国 并在比例上接近美国的水平 因此美国如果要保持其领导地位 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做出更具战略性和更有力的反应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盈利 无党派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星期一1月23号发表研究报告说 美国行行吧 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超过美国 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模仿者演变为创新者 遵循了其邻居亚洲四小龙开辟的道路 并且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超级计算机和高铁 等多项先进技术方面引领世界 报告说中国的创新潜力 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在高附加值先进产业中的市场份额 而这些产业对美国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 根据这份报告 2010年中国的创新和先进产业能力 在占其经济规模人口等按比例计算 大约是美国能力的58% 其产出量则是美国产出的78% 报告还指出 截至2020年中国的创新和先进产业能力 按比例增加到了美国能力的75%左右 其绝对值增加到了139%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发现 中国的大多数创新指标 以及每个指标组中都取得了显著进展 其中最大的进步来自创新的产出 报告警告说 尽管中国仍然面对经济挑战 但中国在广泛的创新指标上取得的进展表明 它在创新和先进产业产出方面将要超过美国 无论是按比例还是绝对值计算 该报告发现 总体而言相对于美国 中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一进步在创新产出方面最为强劲和广泛 毫不奇怪 在不考虑规模的指标上 它超过了美国 报告认为 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快速进步 美国不可等闲失之 因为在先进的高附加值行业 失去竞争优势的后果 与在低技能行业失去竞争优势的后果不同 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重新进入的障碍 失去高薪工作 以及带来国家安全风险 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究指出 中国正开始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和人口的优势 在创新指标的总产出方面 例如科学和工程文章发表数量 博士学位授予数量 以及先进产业的产出等方面超过了美国 不过这已经转化为各自国家经济 或人口规模的指标进展缓慢 但是显著 如果从这方面来说 中国仍然落后于美国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宜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